不,海冊王真的不太好 說在這個海冊王,好像最近是日本人 叫做,嘩,終於你拍真人版 不糟糕了,很好,讚得不得了 我又不覺得是完全不糟糕的 完全很精彩,接受,沒得頂之類的 但是可觀度OK,可觀度真的不錯 所以是劇還是電影? 劇,是劇來的 是Netflix劇,可觀度OK 我反而想禮賢同學看的,為什麼呢? 因為你對《One Piece》應該是沒什麼 看得很少部分,大致上知 也是,我一站沒看過 那你更加理要看 因為我對角色、劇情、人物 我有個底部,我打完底部的時候 我看他怎樣演繹 但問題是,我反而想知道一些沒有看過的人 去看的時候,明白嗎? 就是了不了解嗎?或者是否懂得到? 劇全都扔出來嗎?還是還是繼續 即逢蝕而己會更新? 應該是繼續的 其實我對《海冊王》真的完全沒有認真看過任何 然後我只是不斷… 當然那個人叫魯菲,我是知道 但除了魯菲之外,我只認識一兩個角色 有啦,南美 我…我不知道… 是否叫南美? 南美,南美… 我不知道哪是南美 違反人體力學的那個 即是女主角 即是女主角 對不起,誰是女主角? 對不起,《One Piece》的女主角 《One Piece》的女主角很出名 我真的不知道 不…你當她是女主角,為甚麼呢? 因為《One Piece》是那些… 是不是那個不知火舞的那個? 不,不知火舞那個是另外一個 即是很多人喜歡Cosplay的一個角色 因為我只知道有個 骷髏骨頭佬彈結他 即是爆炸頭骷髏骨頭 我只記得有一個這樣的 這八集有了 然後… 即是結束了,沒理由的 《海冊王》這麼長 他拍得完嗎? 1800萬美金一集 人家拍八集,你吃一下多少 不是,那是價錢的問題 整個故事拍得完嗎? 我意思是這樣 不是,整個故事拍得完 當然是拍不完 他截錄了 我想問完了 人家一季季上 《One Piece》的故事 還未完 《One Piece》還是連載中 他已經玩到… 你當是龍珠這樣算 打到宇宙… 打到宇宙神之神 打到很後 但現在是最開初的第一篇章 就是由他小時候 即是他進入偉大寒道的編章 他由小朋友開始拍的 其實是改編的 我知道 但他是小朋友開始拍的 可以這樣說 因為其實故事不是由小朋友開始 只是開波 接著回憶回小小小小朋友的東西 之後就繼續續落 中間又回憶小小小朋友的東西 是這樣的 所以… 即是在原著裡 現在就是他… 因為… 即使是漫畫動畫的編章 即使是漫畫動畫的編章 他抓到… 他那個… 那些叫什麼… 海賊團圓 即是路非想成為海賊王 然後他在這裡招覽 那裡找齊章的過程 的編章 其實這八集基本上… 即是Recruit你 因為我還沒看完 我看到頭幾集都是在Recruit 然後之後應該打 因為他一邊Recruit一邊打 因為角色走出來的時候又打 然後一邊Recruit一邊打 一邊Recruit一邊打 然後我不知道他第八集的緣 是去到什麼位置緣 但對於動漫畫來說 是很初階很開頭的一部分 但作為你自己看過漫畫的作品 然後你看他這個真人版 你覺得以日本這麼多嘗試裡面 這個是不是算是最不脫皮脫骨的 因為有些真的很過課 因為龍珠很過課 我覺得狼嚇劍心是好看的 但狼嚇劍心是完全真人 是日本 即不是國際版 如果國際版的就是… 星矢是不是國際版 之前星矢是不是都是領的 前排是領的 然後是龍珠領 所以… 這麼多年以來 我經常說唯一一個不舔的 是死亡筆記 是啊 死亡筆記就算加上CG 你也不覺得很噁心吧 我覺得近年的作品 純日本的真人版 即使是寄生獸 這樣算也好 我覺得是可以的 即是寄生獸 你純日本做回日本 是可以的 寄生獸是手上一隻 你西人去處理 就是有不同的味道 但我想因為由Johnny Depp的《魔導王》 去到很多類型的影片 《 Law of the Rings》等等 這類型的影片 引致到他們懂得如何處理 西化 而不難看 我覺得是這樣 再加上《美田榮一郎》 作者其實是有份處理選角 即是他原著的人 有參與這件事 甚麼說他不畫著 本來畫畫 然後說這個月我不玩 先弄了這壇事 好像是的 總之過程中有這樣的事情 所以變相出來的事情 不失禮 打的場面 你真人化了 都有那種精彩在 因為他有小丑巴基 其中小丑巴基 就是一個角色 One Piece的故事 就是說一班人 不知為何吃了果實 然後他就有超能力 每個果實有個名字 吃了果實之後 就有那個能力 大約是這樣的故事 然後小丑巴基 就是可以把身體 自動分開很多份 你想想 我們看動漫的話 很容易做到 但拍真人又很容易 你拍真人的話 你怎樣 那個CG做不做得到 雖然現在CG 或者等等很厲害 但他都做到那個狀態出來 玩到那件事 不失禮 我覺得我只看了那一場 我都覺得 挺好的 可以 所以很多近日的輿論 評論 都大受好評 我又覺得 他當中始終 你看到西人是差一點 但他已經選角等等 我覺得是合格 以上 因為那個男主角 我覺得 這麼像當年 愛國拍龍珠真人版 因為路非 我雖然沒有看的漫畫 但你也知道他是什麼樣子 他不是這個人 而且他又介乎在… 怎樣說呢 因為他又不是時裝 例如剛才我說的 死亡筆記 因為他是時裝 他很少可錯 但他這一個是 因為他又介乎是一個 超現實的狀態 所以很多動靜都沒有 因為譬如路非 他是手手腳腳 可以像Mr. Fantastic 這樣伸長 我記憶總是這樣 沒錯 然後這些是難拍的 這樣 而且你說用漫畫 變成真人 因為過去日本事太多 亦都舔太多 即是無論是被外國團隊做 或者他自己做 都是有舔的 我覺得經驗 即經驗 回到今次的One Piece來講 就真的挺能做到那件事 人設、造型、服裝上 因為其實他挺好的 做的一件事 就是他在不同場口 人們會穿不同的衣服 即不像漫畫 是否都會穿這套衣服 而那套衣服 又不失他角色的 那套衣服 即是那個美術做得很好 那個美術做得真的挺不錯 而且彈出了唯一的日本男演員 這個叫什麼 三刀流 三刀流 Solo Solo 為什麼我會知道呢 就是很多女生覺得他很帥 我才認識這個角色 因為我也不知道是誰 真人找了新田真劍柚 即是綠色頭髮這個 如果我們看到畫面的話 簡單來說他是誰 他是風雲 大家記不記得風雲電影香港 紅霸的兒子 紅霸的兒子 連日來很多報導 千葉真一 千葉真一 千葉真一的兒子 但是搞笑過 千葉真一 姓千葉的 是的 但是他叫新田真劍柚 可能千葉真一是偽名 是的 有機會是這樣 總之他其實是一個 英文很好 因為他是美籍日本人 所以就是厲害 他之前拍了很多其他東西 但是這次就在One Piece完全彈出 變成國際級 那很厲害 他的武器是用劍 真的跟他爸爸一樣 威斯最強的其實是用劍 不是拳掌腿 這個是 是我們的情意結 不是國際的情意結 國際的看法就是 他很有型很英俊 神還原的角色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比美 畫出來還是真人的樣子 真人的樣子 比真人的樣子更英俊 畫出來的樣子 香港如果要拍漫畫變真人 其實最成功的那一套 是叫做《超級學校霸王》 其實《超級學校霸王》是最成功 又不用千幾萬一集 然後你又拍得齊 然後那些人真的像 休俗偵辦出來 任大華做印度佬不像嗎 像得爆 不要看做電怪 張岳又是什麼 棍佬 然後劉多艋是鐵面 然後最厲害是什麼 吳君余 就是張偉健 張偉健所有做孫悟空都對 他做那個孫悟空 和那個孫悟空 都是他才做到的 所以我們說張偉健其實很厲害 很厲害 這個也是挺經典 這個也是挺經典 另外可能是你的百分百感覺 其實百分百感覺也是錯的 如果以拍真人版來看 他和那個漫畫基本上完全失敗 不是那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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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文字D反而好看 投文字D是 我覺得比漫畫還好看 投文字D很好看 我覺得那種程義傑是 但是港產面投文字D 我真的覺得比日本的漫畫好看 今時今日還有人在說很多他的金句 很多 譬如是 我不會輸給一個人兩次 TWICE TWICE這個 到今時今日 大家都還在說 很記得 很記得 不適合聽的 你不想聽 類似是這樣 這個是當年的投文字D 當然大家都說會不會有拍續集 但應該不會 沒有了 他反而是真的把那件事 留在那個空間的位置 剛剛好 真的不要搞了 老實說 我重溫多少次 我已經看到滾瓜爛熟 我很少戲會重溫 但他是其中一個 我在飛機上重溫過的電影 而你是不會覺得 又看嗎 對,我再看又不錯 又有感覺 班底又好 人腳又好 這個可以不可救 這個真的經典中的經典 你很難再做這件事 浩洛文字D真的好看 你只要找到中鎮圖 再加杜汶澤 站在一起已經難得不見 大哥 你怎麼做 中鎮圖是杜汶澤的老爸 你怎麼做 然後有余文樂 又可以再有杜汶澤 你又想到你怎麼做得到 又有陳冠希又有余文樂 對 而陳冠希跟余文樂說 不合聽的說話 你想聽嗎 挺經典的 你怎麼做 你做不回 這100更多精彩節目等著大家 足本重溫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